大家好,欢迎回来。 今天,我们来尝试一下BubKids中一些很酷的新功能。 我一整天都在琢磨这些功能。 真的很有趣,我们来看看吧。 第一个功能叫魔法相机。 不管你信不信,实际上它比这个名字听起来更有趣。 我们来看看吧,来尝试一下。 首先点击左侧的相机。 这时,我们会看到一个虚拟角色。 这是一个量身定制的虚拟角色。 这是我的虚拟角色。 我觉得它看起来很酷。 魔法相机很酷的一点是, 它会将虚拟角色放在自拍模式下。 很不错,对吧? 来尝试一下。 我们可以给虚拟角色拍张自拍照, 然后发送到家人聊天群中,非常好玩。 来张自拍吧。 需要点击左侧的红色按钮,来个微笑。 它看起来有点胆怯,不过我喜欢。 点发送吧。 我们再来一张自拍。 三,二,一。 我试着微笑了,但自拍照显得有点疲倦。 来一张尽可能快乐的自拍照,发到家人群中。 哇哦,这张很不错。 这简直太有趣了。 虚拟角色再见。 我们可以点击左上角的家人聊天。 在这里,可以看到所有发送来的酷炫照片。 这些照片正在加载中。 看看我拍的这些照片,非常有趣。 可以看到家人群里的所有动态,也能看到彼此的虚拟角色。 我们来发送一条新消息。 这是白板功能。 我很喜欢这个功能。 来写一条消息。 妈妈好。 还写些什么呢? 在后面,带个小爱心吧。 爱心画得不太好,但也可以。 就这样吧。 也许我喜欢带点红色的爱心。 不错,我来发出去。 太棒了。 这就是白板功能。 可以发送消息,也可以发送虚拟角色的自拍照。 大家试试这些功能吧。 一切尽在BubKids。 大家可以在安卓和苹果应用商店中找到该应用。